今天的奥股整体表现比较不错 AXS上涨了1.18% 收涨在了6741.5% 并突破了它的20日均线 今天奥股领涨的是Bingo 这是一家废物回收管理公司 股票代码是BIN 这只股票从2.7涨到了3.295% 上涨了20% 这是因为麦考瑞集团出价22.9亿澳元收购Bingo 而Bingo也正在考虑这一报价 Bingo的体量虽然不算庞大 但财务表现比较优秀 P1值是27 利润率达到了13.79% 利润环比上涨了212.3% 目前交易还没有最终敲定 但大家也可以进一步关注这家企业 关注基本面的投资者 运气都不会太差 另一方面 今天跌幅较大的是WOR 下跌了2.846% 收盘价是12.29 跌幅第二的是NP1 下跌了1.848% 收盖了12.75%的价格 其他市场股指方面 今天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香港横止了 上涨了3.06% 上涨了883.4点 目前在29780点左右 贵金属方面 黄金今天的波幅比较稳定 在1840上下徘徊 相应的白银也还在25.2左右震荡 同样波动比较小 大宗商品中 布油和西德州原油都有小幅度上涨 目前分别在55.03和52.3左右的位置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 接下来的重点事件 德国12月CPI即将在一会的18点公布 欧阳大陆的另一端 中国将在明天中午公布 一年期贷款的市场报价利率 此外高盛和美国银行的财报都即将公布 其中高盛的美股预计收益到了7.31 各位可以跟进华尔街巨头的实际表现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大家如果有其他问题想和我们讨论 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助手微信 GoMarkets AU2或者GoMarkets AU3 在澳洲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29188-0418 在线交易首选券商